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最近我家的厨房的脚架坏了 所以我们有利用白色水管做了一组很漂亮的脚架 我想各位也应该有看过这个片子 那剩下那个坏掉的脚架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丢在花园里 就是这个 各位可以看这个板子 它是所谓的密集板 然后仔细看它中间 看各位看 哇 都是木屑啊 这个是木屑哦 然后我在想说 是不是说 我来给它大量冲水 让它崩裂 来种个花花草草 不晓得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就每天来跟它浇浇水 过了好几天 有一些已经崩裂了 我想就拿这些崩裂的来种花 为什么只种花呢 因为我想说 这个东西怕有一些化学物质 我们就不要拿来种菜 就种一些花花草草就好了 来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些 这有一些已经崩裂了嘛 应该可以拿来种了 那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可能觉得不适合 我所有才说叫大家不要拿来种菜 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挑掉 像刚才我有挑了一些 像这种的 我们就不要拿来用 我已经剪了一些起来 那我准备了一盆铁线绝 当初种在这边 长得蛮好的 那我是想说 试试看这个铁线绝 就完全用这个 这个木屑来种 看效果好不好 那我准备一个盆子来种了 先把这个 弄出来 来 没关系我就放在这边好了 这是铁线绝 我把那个水 水苔把它弄一弄 就剩下这个就好了 那另外准备这个盆子 就完全是用这个木屑 也没有加其他东西 把这个铁线绝放进来 再用木屑把它填满这个盆子 差不多 好 把它 种好了 就全部都是用这个木屑来种了 那我们就说 种种看 看是不是也长得很好 先就介绍到这边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也别忘了 帮我按一个赞 至于它后续长得怎么样 我们再继续追踪 拜拜